阿伯老師好,兩位都好 我是葡萄元吳喜 好,許先生好 我要來問阿伯老師一下齁 那那個... 手裡有那個... 那個... 雅鈴鑽 還有那個... 海藻高... 海藻高鴨 還有那個... 沙漆棠 沙漆棠我有聽你講過了齁 手裡的跟雕刻的 我知道了 那個雅鈴鑽 要做那個... 那個... 那個... 馬鈴結賽齁 那還有那個... 海藻高鴨 我看到上面都沒做 我之前... 那個人... 我之前... 我之前就... 自我跟... 馬鈴結 跟土豆這三種 台北我們這三種 阿伯老師覺得齁 差不多我那個... 一塊... 然後六塊... 阿這個三区 阿三区齁 那兩百五十匹那齁 阿那一百五十匹 一百八十匹那一百一百匹 就行 那不然回答一百匹 謝謝你 好 好 謝謝謝謝 好 來... 來... 這個... 真好齁 就是說... 我們好朋友呢 已經有... 有在用這種東西 這其實... 非常感謝 提供朋友 就是說... 啊... 這些東西但是... 不知道要怎麼用 不知道要怎麼用 不知道要怎麼用小問一下就好了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啊 那麼... 簡單說 像這個天然細胞分類素 啊... 這個細胞分類素 這個東西呢 譬如說頭頭在開花 啊... 放牆子進場 啊... 一陣如果遇到這個... 黑音啊 天氣不遇好啦 一種的呢 你會當... 啊... 一陣我們搬油子 你搬油子 你搬油子裡面呢 啊... 你搬一遍 這可以增加它的這個調割率 那麼... 這個效果呢 其實是很不錯的啊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假肥 它是一個很... 我們這個海藻膏假 但是... 它是一個... 假含量特別高 所以呢 有的人是... 啊... 很多好朋友就說 啊...我拿這個來搬 哪算多吃甜 這個沒有錯的啊 它這是一個... 海藻精 還去加這個... 熬合胎的這個... 這個... 這個假肥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在美國呢 啊...也是相當出名的 這個... 這個肥料啊... 所以呢... 你可以拿它來做一種的一個... 譬如說... 啊... 你如果是水條啊... 水條... 水條在這個... 啊... 開花... 水... 啊... 我們是不是開花... 那時候你來用... 水條啊... 那麼... 那時候來用呢 把寶寺說來加 啊... 這個用海藻膏夾 這個效果很好啊 啊... 那麼在土豆來說 土豆什麼時候用... 土豆就是在這個... 啊...你開花的時候啊... 那時候放寶寶進場 你用這個... 沙奇多啊... 天然細胞分類數 啊...現在已經有寶寶 啊... 已經出來了啊... 這個... 這個... 這個落定那個時候 啊... 我們轉油了 就是說開花三個落定了 還是說到這個落定了 那麼這個... 啊... 我們在做一些湯海... 平海這個風在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南這支高價的... 這個配方下去 那麼土豆的基金結實 啊... 這個東西呢... 啊... 在這個時間在營 那麼... 在水條剛才有說到就是... 坐水啊... 坐水這個湯你可以營 所以有的好朋友有的在萬輝啊 比如說我們萬輝那個時候... 八大杯啊... 到這個... 這個... 萬輝蒸 哦... 就是說這個土豆到八大杯這個中間... 它會轉油米索嘛 哦... 啊...你坐水了... 一遍以後有的兩遍 一般坐水一遍以後就有夠了 那麼坐水之後這遍 你若是長比較行 那麼... 你會當那時候呢 邀哥已經坐水了 啊... 長又更行 你就轉這個高價 不然... 是不一定要用啦 這簡單來說是這樣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馬靈寺 馬靈寺 他如果是... 啊... 開始這個... 在我們正常的一個這個栽培 他開始... 啊... 馬靈寺 他開始在大 那個頭開始在大的時候呢 還是說你覺得這個藏有流的比較沖漲 那麼你會當用這個來幫他做處理啦 就是說我幫他噴一個這樣啊 合索呢 啊... 我們差不多在這個兩五月左右 因為馬靈寺你下去 他不應開始成長到他的那個... 啊... 他的那個快精 這栽培是快精 開始在大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五半月跟兩五月 這個中間他開始在大 這發育的中期 啊... 那時候... 我們可以來轉一層的這個高價 啊... 這馬靈寺在營的效果就還不錯 這樣啊... 所以這大概是... 啊... 這樣處理的一個這個方式啦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說在... 是落後還是說像... 濕氣比較重 早上漏水很重 啊... 尤其像馬靈寺呢 你可以拿早 啊... 這個雅鈴酸 雅鈴酸最主要就是放在到的這個... 啊... 一種... 一些這些的萬疫病啊 啊... 這個一個這個白癌 啊... 這個馬靈寺呢 啊... 你就知道說 如果是遇到這個落後 濕氣比較重 啊... 這種的一個情形 那麼在我們的刺驗裡面啊 在這個刺驗裡面 頭上... 有一些這個 Ricotonia-利庫斯核菌啊 這有... 啊... 我們的這個馬靈寺 那個黑麵這種啊 應該很多朋友知道 哪有種馬靈寺的 那麼你用這個健康種苗 再來就是說 盡量的在背頭的時候啊 不要去把它上到這個馬靈寺 那麼你把這個... 啊... 這種雅鈴酸 青氧化質 它對這個黑麵有這個 一定的這個控性啊 這呢... 啊... 你自己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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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多我們... 啊... 在... 北海島 日本呢 他們有一些報告 裡面都有看到 這個黑麵 那麼這個黑麵 啊... 他會... 傳了這種雅鈴酸青氧化質 啊... 就是說我們這個雅鈴酸質 那麼在... 荷蘭 荷蘭他們有種一種... 啊... 這個馬靈寺是在我紅皮紅皮 那些東西比較抗病性比較壞 啊... 但是... 荷蘭人特別愛吃那一種 啊... 啊... 荷蘭他們正馬靈寺的時間都會濕濕濕濕冷 啊... 很容易到這個萬一病的 啊... 所以他們就... 啊... 萬一病啊... 萬一病啊... 跟這個... 這個... 黑字病啊... 我們說的黑字病啊... 還是... 啊... 一般是這個黑字病啊... 這個大概呢...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在這個馬靈寺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 有一個那種... 超大批超大批那種啊... 在這個標皮... 別開什麼... 鹹巴鹹巴... 這個... 啊... 這種... 這種... 這種情形超大批超大批這種啊... 這是一個這個... 蟲咖啤嘛... 一種放線菌來給他這個... 那麼這種呢... 這在... 國外也有說到... 就是說... 在台灣我們比較少去注意到這方面 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但是在國外的這個報告裡面就有說到 就用這個雅磷酸甲來防治到完疫病啊 還有這個黑記病 還有這個蔥咖啤 那這給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所以馬靈寺在用這個... 尤其如果在那裡比較濕濕看 比如說有時候如果寬人 或是像我們在中南部 我們寬人在種馬靈寺啊 比如說刀砸啊...刀砸啊... 刀砸啊... 我們這要打傷打傷 但是有時候一半刀啊 這個落水比較重 那麼就很容易 很容易來發生到這種的這個... 這個問題啊 因為呢... 啊... 我們如果是濕度館的時候 給我們倒濕 這個... 特別的... 一直到這個... 差不多三四月那時候 這時候喔... 平時是比較大鬆嘛 一般就是要到... 過年那過對吧 我們通常在種 我們在種的這個時間 那麼馬靈寺從種到採收 大概起碼要100天 看你種的這個時間 100天到100一天左右 那麼這個時間三五月 三五月 你若是在種到它 啊... 在比較中後期 種料比較慢 還是怎樣 那麼這個部分 就比較容易出現 剛才我們說到那些情形 這個... 這個... 並說... 啊... 這個... 鵝冰 或... 像這個歐杰斑 還是這個聡甲斑 那麼雅鱗酸 有很好的 Een紅 這個好客 所以馬鈴寺 在用雅鱗酸夾 應該是效果還不錯 一紅 千萬不通 人家說有辦法在賓這要不然最怕的就是 啊大家如果是在賓上去轉換這真壞 啊這有時候覺得 這個不太不太容易 這啊這大體上也是這樣的一個 啊一個情況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這個參考到 那這大概呢 在這種 這個適用的一個方便 啊這 這這啊 你像聖土金人這種東西在馬鈴錢 比較沒那麼明顯 因為他不是結果的 所以比較沒那麼明顯 但是馬鈴錢呢 啊你在差不多四十五天到六十天這個時候 你把它轉這個 轉這個高價這個效果不錯 啊但是你像這個聖土金人這種東西 他沒有結果嘛 所以你轉這個就比較沒明顯 所以你如果像這種 三十多這種的就是 啊他在這個土豆在開花還是說摔子 啊摔子那天是不需要 摔子那天是地匯那天很奇怪 焚風或者什麼很詭異 很奇怪 還是說你種的那個時間 我們種的那個時間不對 報產的時間不對 報產的時間不對 有可能它開火的時候比較冷 或是太熱 或是怎樣 浪費的時候 那時候你可以擲這個煞氣桌 這個東西它是改善到這個 在火氣的時候 你如果是水庫在營動 像感覺類我們很多好朋友 啊在水堆啦 在這個 高鏡這家很多好朋友都有營過 他們的感覺說 就冷來營看看 一個聽譜說人家覺得營營了不錯 要冷來看看 這個確實 可以感受到這個一定的一個好個 啊這當然就是剛才說到 就是說這跟開火有關的 你才會去營造這個煞氣桌塞土氣泥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麼這幾項的就讓你先做個參考 那是比較不清楚 比較不了解 不用客氣 稍微來問一下 這一個是你說到這六分 六分做三區 有這個 算比較重了 這個很重了 啊很重了你兩種情形就是說 其實你在喝水的時候 如果是不要一開始就把它放下去 啊差不多水早三分之一 啊你這個榮林菌在水頭那 你看看它放下去那個刷的開 其實真的散得開 這個困擺 其實其實啊 它是這個 很容易刷開 這部分呢你不用過度的一個 這個單身 到目前為止啊 我們把他這個榮水頭呢 都放的還不錯啊 簡單說啊就是說 只用這個榮水頭這部分呢 都還可以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呢 我是覺得說不免得卡 不免得卡 就這個來給他這個處理啊 那麼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呢 啊 在這個 部分 是要知道一下 就是這樣啊 所以啊放心 你如果是沒有 當然有的說 啊這個就很簡單的 就水淹淹淹淹 啊我如果這個 順産水的時候 我就把他 搬他一湯啊啊 啊 把他這樣 固固的 這樣一湯就把他結束 我是覺得說 這樣是怎麼可以啦 但是 其實不用那麼特別啦 吼我個人還是認為吼 我個人還是人類說 你只要那個方法 講也不好使 什麼方法呢 就是說 就是說你 你不要說 乾乾你就把它放下去 他這樣有當時就 損得比較不會開 啊你如果是說 他三分一湯啊 這個 水呢有這個 差不多三分 喝一分 啊你比較肯把它放下去 啊對水這樣 還是說 不是說三分一分 過一半也不要緊啊 就是說還沒全部喝得夠 啊你已經有一部分有水了 啊你現在把他 農林菌水頭把它放下去 他 慢慢慢慢的散開 那麼 像這種水頭在放肥的這個情形 一般通常像 很多人會說這個流氨 放水頭效果比較沒那麼好 這 啊 啊 說起來改成有得力啦 因為這個流氨 他安泰彈 安泰彈 一帶正殿 有可能叫頭上 給他這個固定 但是我們水頭 這個農土比較高的時候 啊 他固定的這個能力沒有那麼強 其實像我們也是都放水 我們也都沒有用熱 他說固定的能力最強就是這個黑龍江 這個阿伯的一個學生是黑龍江龍肯集團的一個 裡面一個 這個一個 一個光 啊 就像我怎麼跟他講他就要給他刺 啊他覺得說這個很好 他這個 很性感 他在下肥呢 很性感 所以 他不用用施肥肌 這飲水的時候咬下去 水到肥到肥到肥 他就他覺得說也是很嚼勁的 啊 今年呢這個收成不錯 啊 那麼要表揚 你就知道說這個風範啦 就是說 我們知道那個原理 阿將來這個風範 啊你這個 啊 生鋼 當然 有比較好的這個風範 譬如說 你用湯啊 去把整枯這樣去把散開 當然這樣很散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是 不要說一開始你就把它放下去 啊 可以一圈呢 對水灶啊 這個水先三分 啊已經有最起碼 三分水已經有三分了 還是說已經湯一半 已經有水了 只湯一半還沒湯 啊你從前比較開始放 不要一開始就把它放下去 啊他這樣就可以 啊 對水裡面一直 一直 一直 所以呢基本上呢 就這樣的一個 啊一個道理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下這個了解 這個大概是這個 啊這個狀況啦 所以呢 啊 啊用的這個方法呢 其實好像也挺重要的 我個人 我個人 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啊 相當的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中藥啊 啊 這在這裡 讓我們這位 提供朋友 可以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 嗯